我生活超火下去 杨子的朋友圈简直比喜剧还精彩 张瑞曾在采访中爆料姊妹的减肥历程 而跟马桶八字不合 和被酒店淋浴差点砸晕 这样稀奇古怪的事也发生在她身上过 并且杨子还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自拍黑照 这一点还得到过牛俊风的证实 天天自拍还自黑 只能说姊妹在真朋友面前真的没有偶像包袱 在综艺亲爱的客栈中 杨子狂秀四川为英语 惹得一旁的姐夫直接笑到喷奶 我扎死的smile一下没有热 怎么英文都让你说成这样了我都不明白 扎死他smile一样 那一到十该给大家表演一个 一到十就是 是不是只有杨子在这说英语才会这么好笑 并且姊妹日常生活中 还特别热衷于嗑一些邪门CP 中餐厅里众人坐在一起聊天时 杨子当着黄晓明的面突然来了句更喜欢锅香 直接让一旁的苏友鹏笑到直不起药 我选的话我就会选择锅香 小龙女太闷了我跟你说 太无聊了是不是 不大有趣 你想到好多 然而这还不算姊妹刻过最邪门的CP 她曾经还说过看还珠格格的时候 希望姊妹和耳泰能够锁死 苏友鹏听到后直呼杨子有语 我小时候有个梦想 我希望紫薇跟耳泰在一起 结果耳泰非得要跟那个 西藏的赛亚龟人在一起 你有毒我 我是她的CP粉 那时候有她们俩CP粉吗 我就 然而谁能想到现在吃瓜的苏友鹏 下一秒就被姊妹贴脸开大 你是不是喜欢乳瓶 对不对 但我觉得你女品蛮胖的 女品蛮胖的 苏友鹏直接被姊妹的迷惑发言惊出讹叫 但杨子的这种神奇操作 在其他综艺上也屡见不鲜 蒙探中吴童发布任务 让众人找到房间不合理的地方 姊妹子脱口就问是我们能看见的吗 惊得杀意老师直呼有点恐怖 另一期活动中姊妹子和黄子涛扮演情侣 上来姊妹子搞怪演了一通 笑得黄子涛都直不起药 一些渣男语录更是将涛歌虎的一愣一愣的 姊妹子对模仿的本事可以说灯中造极了 文能学渣男语录五能扮演小明哥说话 综艺效果直接拉满爆梗不断 导演请杨子来可真是止了 而姊妹和王俊凯学小明哥说话这一段 明明是一本正经的模仿 搞笑的却像是在演小品 只能说身边有个小猴子这样古灵精怪 总是很多神奇脑洞的朋友一定很快乐 好 好